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看到我的樣子這麼樸素 只化了底妝和唇膏 就是因為一會兒我要去紋眼線了 我終於存夠勇氣去做這件事了 不緊張不緊張 其實我現在出手汗了 很多人都說紋眼線 是比起飄眉霧眉是痛很多的 但是我問了身邊有做這件事的朋友 全部都告訴我是沒有後悔 做完之後你會覺得整件事是很值得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勇氣箱慢慢地存起來 跟上次飄眉一樣 我對於紋眼線都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自己的目標就是起床的時候看起來精神一點 然後不如更新我的飄眉 這個就是我現在的素眉情況 為什麼大家經常都會覺得高低眉 很真實地讓你們看看 我的雜毛已經橫山 很集中在這一堆 所以這個角位是上來的 遠看的時候大家就會覺得這裡高起了 所以其實你飄完眉都一樣要去收眉 只不過我還沒有時間 你看到陽光一打下來 我眉就會淺色了 所以也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這邊的眉毛會淡色一點 醃漾了 我是一個一出街就要做所有的人 如果大家覺得很奇怪 同一套衣服 但是可能你們會看到指甲不同了 的話 是對的 因為我會弄完指甲才去紋眼線 廢話不多說了 一會兒我們let's go 弄指甲之前我還約了Jan吃午餐和按摩 是不是很豐富呢 這裡是有貓貓店獎的 西米真的好可愛啊 覺不覺得這個月的指甲是很成熟 很適合秋天呢 好 我現在準備去紋眼先了 去找Silly了 好緊張啊 看見到我的緊張的小手指 不知道待會是怎樣的呢 辛苦了 冷靜了 真的好像很細膽一樣 我是的 按住了 Hello 哈哈哈 大家認不認得又來到我飄美的地方了 Silly已經很快手調顏色 他說這樣調是幾年之後 眼線都不會變成藍色的 之後我會把那個毛膏放在眼睫毛 那個筋部那裡 還有我做眼線是會去到你的眼頭最前刀刀的 但我是眼水人 沒有問題 沒有影響我的 你只是做一件事 盡力的能力 放鬆 我現在很緊張 這個眼線是可以last forever的 這個眼線是一個紋身 所以它有永久在這裡 但是眼線的顏色 你夠不夠黑 這樣就補三年就補一次 這個就是瘦眼線的刀 好 放鬆 好 我會用手勾拉線填出來 現在不是正在弄的了嗎 正在弄的了 現在正在弄的了 是啊 去你的眼頭位的時候 我需要你師傅開眼 噢 不敢開眼了 不用怕 那為什麼我需要你開眼呢 因為我想你的眼線去到你的眼角位 平時你們化妝都會放眼線去到眼角的 所以我都希望到眼角位那裡有眼線給你的 給你十秒用 放鬆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這個就是我的髒 無線的紋身筆 這樣拿著就用得了 有些人不會怕聲和震 那我就全程這樣用手跳 但是會長一點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先休息 好 沒問題 都整條完了 欸 現在十裡面是三 咳 哎呀 又用紋身筆的那一刻開始 我的緊張小手就沒離開過這隻姦夫了 那鬍子 搞定你中間先 是不用怕了吧 好 是不是套鬍 看到這個畫面 我想大家都可能猜到什麼事 因為我真的很怕紋身筆的震 聲音和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最後我還是要Silly幫我用人手去紋整條眼線 跟飄眉一樣 如果我不是錄下這個畫面 我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紋眼線中間是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這樣看除了是樣衰之外 也沒有太大問題 是沒有流血 又不會有很嚴重的傷口 原來看上去有多平靜 我現在是剛剛弄完這邊 等多久就會弄完這邊 給近鏡大家看一下 這裡就是整條眼線 這邊是沒有的 剛剛紋完那邊敷冰的同時我就紋另一邊 過程差不多就不詳細多說了 其實由頭到尾大約是兩個半小時左右 我發現紋眼線真的要找一個你信得過的人 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很幸運是Silly幫我飄眉 我很放心 然後才把眼睛交給她 完成的時候我有一種鬆一口氣的感覺 我現在已經完成兩邊的眼線了 就可以走了 近距離讓大家看一下紋完眼線的即時實況 就是這樣了 我決定要好好獎勵自己剛才這麼勇敢 所以我去了一支壽司 看上去是不是很豐富呢 剛才紋完眼線已經整個人沒有胃口了 但是看著這盆壽司馬上醒了 特別推介大家這個吞拿魚露天 吃完之後真的值得給它掌聲 那些油脂豐富 我覺得比大拖還好吃 好像又來一題了 我們回家講眼線 鏡頭一轉已經回到家了 因為一會兒就要洗臉洗澡 所以都不特地補妝了 真實跟大家說一下 剛剛離開了Silly那裡之後的感受 其實那個麻膏過了之後 我是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依然健在的 到現在這一刻 眨眼我還是覺得有一種 好像雙口醃著的不適應 未去到一個很痛的 但就不可以說完全無感 你會看到沒有紅沒有腫 我再近一點給大家看清楚 直望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向下望 就會是這個效果 未來三天我都不會化妝 讓眼皮休息一下 至於值不值得 會不會後悔 暫時回答不了大家 那個痛要等到忘記了 然後掃眼的時候 差別真的很大 我就會覺得有這個覺悟 大家會不會看完這條影片 之後對眼線這件事改觀了 現在是第二天的早上 我打算做運動之前 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眼線情況 昨晚是睡得很好的 一覺睡天光 沒有說痛到醒了 或者是不舒服到睡不著的情況 都沒有發生 但的確我閉上眼的時候 到現在都會有一種 傷口刺激到的不舒服感覺 未去到很痛很嚴重 然後大家都會看到 沒有紅沒有腫到的 都幾驚訝 因為我原本預計是會腫的 但現在的情況 都是非常之不錯 早上的樣子 都很精神 鬆硬 我連東西都還沒塗 然後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洗臉的時候 我特意拿洗臉筋出來 我會抹到一些黑色的粒粒 或者你會看到這一邊 是很多比較黑色一點點的東西 我不肯定這個是不是傳說中的結膠 因為飄眉的時候 它是白色粒皮的 而不是黑色一點點在這裡 早上起床 所以 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我有這個情況發生 我也是第一次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對 也不會說有些黑色眼屎 然後看不大眼 然後有些濃的情況 我也是沒有的 今天早上是很自然地醒了 然後現在心情平復了 我可以說一下一些心路歷程 因為做之前我最大的擔憂 除了痛之外 就是我的眼皮曾經有濕疹 是嚴重過的 我不知道那裡來的勇氣 去令我面對這件事 很觸碎 我是沒有任何不舒服敏感痕的 要去到由一個紋身不變 做人手去紋 就是因為我自己很害怕 很害怕眼皮重覆 有濕疹和過敏這件事 然後那個痛 我可以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因為今年也做了很多很痛的事情 其實最痛的不是她 我覺得最痛的是Picco 然後大家很有興趣的 就是一個冤痛 不算太過分的 我自己接受到的 然後就到紋眼線 她是不舒服大過痛 還有心裡的怕是大過痛 其實當下你會覺得那支紋身筆是震 還有在眼上很害怕她會插進來 所以 這個我承認我是垃圾 然後第四不痛的就是飄眉 還有脫毛 這兩件事我真的覺得很容易 簡直是初階幼稚園級的程度 因為我想快點去剪這段影片給大家 也不想等一頭半個月之後 所以暫時的更新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所有的價錢和地址 我都會放在資訊欄 不需要留言問我 大家自己去看看 然後其他你想知道的東西 可以留言告訴我 遲些如果眼線已經完全看 我覺得現在已經是 純粹是不知道會脫毛 現在是非常精神的 過了一晚的坦剔之後 我是很滿意這件事 好像真的是一個 不會被人覺得化妝 因為就算我向下看 我還沒有一條很厲害的線 但一睜開眼睛 就完全精神 非常好 摮上來大家會看到很實淨的 一條線 有濕的火粒感在前面 所以可能這些就是結膠吧 我也不太肯定 後面你會看到我畫是會聞到去味到眼尾的位置 所以我的眼線是可以很隨意改變到形態的畫的時候 暫時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其他的東西我就遲些再更新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這麼真實分享 我看過一些影片的了 真的很醜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覺得它有參考價值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播放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日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